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贴山诺尼加前书》第一章 我们会读完这一卷的书 还有《贴山诺尼加后书》 我们再回到阅读一卷就月的书卷 欢迎大家继续每一天的灵修 也看这个视频 也分享这个视频出去 那如果你们还没有subscribe 这个灵修视频的话 欢迎你们能够订阅 我们今天来看看《贴山诺尼加前书》第一章 《贴山诺尼加》是保罗去到欧洲 他看到马其顿的异象 他就来到菲律比 然后离开菲律比过后 就是到了贴山诺尼加这个地方 来传福音 因此在地理位置上 贴山诺尼加其实是属于马其顿省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 这个的城市在保罗的时代 已经有一些的犹太人居住在当中 也有这个犹太人的会堂 这成为了保罗在当地 分享福音 传扬基督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我们在《使徒行传》 特别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 第17章前后 就会看到这些的事情 保罗在《贴山诺尼加》的地方 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 他有连续三个的安息日 就在那个的会堂 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相关的事迹 因此我们看到福音在那个地方传开 而且信主的人也相当的不少 有一些是会堂的人 有一些是尊贵的妇人等等 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在《贴山诺尼加》 到最后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那个《使徒行传》 引起了骚乱 那他们就来破坏保罗 因此保罗就被逼 要离开去到下一个城市 也就是比利亚那个地方 甚至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他在比利亚的地方的时候 还有人从《贴山诺尼加》 《贴山诺尼加》跟比利亚相差的不远 去到那一边要去搞事 要去攻击保罗 因此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 确确实实在《贴山诺尼加》 虽然保罗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福音的工作在当地 其实是产生正面的果效 而且这一些信主的人也充满见证 我们等一下在阅读这些书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形容他们的 这是保罗跟《贴山诺尼加》的关系 他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 而教会跟保罗的关系 其实是相当的密切的 那么保罗为什么写这一卷的书卷呢? 或者写《贴山诺尼加》前书 以及后书呢? 相信是有几方面 第一,保罗当他去到比利亚的时候 去到雅典 那么他就打发这一个的提摩泰 就回到《贴山诺尼加》去探望信徒 知道他们的境况 那么当提摩泰把他们的消息 带回到给保罗的时候 保罗就很喜乐 因此就写下这一封的信 来去勉励当地的信徒 所以第一个原因是他收到消息 然后他就要回应这个消息 他要鼓励当地的教会 我们看到保罗其实是一个牧师来的 他是一个牧者心怀 他愿意关心他的 上帝所托付给他的羊群 他愿意关心教会 那第二呢? 就是在《贴山诺尼加》当中 也有一些的人去毁谤保罗 说他们既然离开了这个城市 那表示他们就不会再回去了 他们就不会再 他们也不关心 不爱这个《贴山诺尼加》的信徒 因此保罗就要回应这些的指控 他就写下这份信 表示他没有忘记他们 而且他还常常想念他们 甚至透过提摩泰 知道他们的这个的情况 这是第二个原因 因为要回应当中有一些毁谤 保罗的人 当然第三个原因 也是重要的原因 就是保罗要针对《贴山诺尼加》 教会所面对 或者所提出的一些的问题 他要来做出一些的回应 比如说他要劝他们 要守着持守圣洁的生活 特别在信方面要持守 而且他也要教导他们 关系到主再来的事情 因为有一些的信徒可能认为说 在主再来的时候 这一些的在主再来之前去世了的信徒 可能就没有盼望 他们就会感到忧伤 因此保罗也透过这两卷的书卷 书信就要来去鼓励《贴山诺尼加》的信徒 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写书信的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他要勉励他们 第二他要向他们表达 他仍然关心他们爱他们 第三要回应他们的需要 回应他们的情况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第一章的相关一些的内容 因为今天的第一次的讲解 通常我们有一点的背景 那么我们也看看相关的经文 在第一节书信是以三个人的名称来注写的 是写保罗、希腊、提摩泰 但是我们都知道 虽然有些时候在书信当中 写下其他跟保罗同在一起的信徒 这不表示说他们是共同的作者 这是保罗的一个问案 好像有些时候牧师写信给众慧勇 我会写主理牧师、唐鹏祥以及众子士 或者众同工 那表示这个的问案 正式的问案 不单单是牧师的问案 也是代表众子士的一种的问案 那子士是不是都有看过这封信呢? 没有,都是我写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保罗他写下这封的信 希腊、提摩泰 他在当时很关心 提摩罗利加教会的信徒 因此他就以他们共同的名字 来写这封信 来鼓励这个的教会 他说什么呢? 第二节的时候他说 我常常为你们感谢上帝 祷告当中提到你们第三节 有提到 提摩罗利加的信徒 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他说 在我父上帝的面前 纪念你们用信心所做的工作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还有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存着的忍耐 这是保罗常常写信的时候提到了 信望爱 信心的工作 爱心的劳苦 然后这一个盼望所产生出来的忍耐 这是提摩罗利加教会信徒 所拥有的一种的生命的特质 那保罗继续的说 他说你们是蒙简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 不仅是言语也在能力 或者河本的翻译层也在全能 那这到底是指向什么? 保罗说他不只是言语 言语可能就是这一个口传 那么保罗说福音去到这一些显明 贴上罗利加的信徒是充满 是被上帝拣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 不单单是只有言语也有能力 那这个能力其实代表什么呢? 一般的理解是这个能力可能代表着神迹奇事 他就说保罗去到当中传福音 除了有言传 也有神迹奇事的显明 但是有些圣经学者向我们提出来 在这里指的能力是单数的 在希腊文里面是单数的 在其他的圣经的书信里面 每一次提到神迹奇事 用能力这个字来代表神迹奇事的时候 都是用复述的 他就说是很多的神迹奇事 而不是单数的 因此在这里很可能 并不是指向神迹奇事 当然我们不否认 神迹奇事是福音工作里面 彰显圣灵能力的其中一个面向 但可能这一段的经文 并不是特别要提到这一点 所以保罗在这里 他在讲说福音来到的时候 不只是言语也在于能力 如果不是指神迹奇事的能力 那很可能是指什么能力呢 在这里很可能是指向福音本身 或者传福音的人 怎么样经历从神来的能力 而把福音毫无拦阻的勇敢的带给到 帖善罗尼迦的人 保罗在讲他自己 怎么样在面对众多的压力 众多的苦难 在逃亡当中 甚至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 仍然把福音带到这个的城市 这就表明上帝爱这个城市 上帝的福音要领导他们 所以透过言语也透过那一种 甚至抛弃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力量 弟兄姐妹我想这一点 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 想往追求神迹奇事 那我并不想那是错的 但是这里所谈的能力 更是一种豁出去的能力 更是一种单纯为福音而活的能力 其实人会从你跟我 一个传福音的人的身上 看见这个的福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传福音的人是否充满着热情 是否相信他所传的 是否拥抱热烈的 拥抱着这个福音的生命 弟兄姐妹当我们见证耶稣的复活 我们的生命要活出那种复活的盼望 对吗? 当我们说福音等着比世上一切都好的时候 我们真的也要如此的活出这种福音的生活 保罗说他把福音带到 提撒罗尼加教会的时候 不单单用言语更是一种生命 带着能力的生命 不吃劳苦的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这种生命的力量 因为神帮助我们 我们也能够去像保罗这样 把福音带给身边的人 不单单用言语 也有从神的来福音的大能随着我们 感谢主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福音来到提撒罗尼加的教会 虽然面对挑战 但是我们看到福音最终在这个教会开花结果 帮助我们也能够为福音而不吃劳苦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父亲 父亲 内联 salだ 母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